各位觀眾朋友們 午安下午2點的台晶風向球 邀請大家一起來 加入我們的直播行列 我是主持人小畢 在旁邊的這位是大家敲碗 許久的台晶院景氣域 對策心的中心的主任 孫明德 孫主任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開個小玩笑 孫主任太久沒來 我都忘記他的頭銜了 在這邊跟大家致歉一下 台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孫明德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再邀請主任來到現場 那首先呢 先請大家 幫我們把直播連結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幫我們按讚報導一下 在進到聊天室裡面 多多的來留言互動 主任 我想要問啊 在今年說是美國總統的大選年嗎 通常這個兩個陣營啊 你說變數很多 又或者是這個川普跟拜登 到底接下來誰會勝選呢 大家都在等著看 不過我們從總經面的角度 從財經的觀點來看 其實美國總統大選 您覺得跟股市或者是會市 它的聯動關係 或是它的影響程度會很大嗎 今年在四月份 我們遇到兩場大地震 一個是四月三號 台灣有個七級大地震 另外在四月的時候 我們有股市七百點的大地震 所以大家都會常常想說 最近我們都在期待說 美國要不要降息啊 你會發現 每天大家都在報紙上追逐 要不要降息 物價是不是太高 其實大家都沒有思考過 另外一個影響股 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是總統大選 特別是美國總統大選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美國他們有一個理論啊 我們這邊也準備了一個資料 給大家看一下 在美國他們有個理論呢 叫做總統選舉週期理論 這個選舉意思是說 因為總統上任第一年的時候 他剛開始有百費待舉啊 他要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第三年他就準備要去競選連任 或者要幫他下一任要鋪路了 所以這個時候第三年的時候啊 通常都會推出很多利多政策 刺激股市的上漲 所以呢我們這邊給大家看到 在過去他們有個理論是說 總統任期的第三年 通常股市最好那一年 然後我們在這個圖表上啊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可以用自己的手把它放大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用手機看 可以放大它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從1973年的尼克森總統開始 一直到現在的拜登第一任 然後你會發現啊 我們這邊最左邊的地方呢 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最下面那邊幫大家算一下平均 它的平均呢 第一年大家看到是11% 平均股市漲11% 第二年呢0.6% 所以通常第二年的股市比較弱 到了第三年呢 股市上漲17.3% 最強的一年 到了第四年又稍微弱一點7.6% 所以美國總統 他的第三年通常都是任期最強的那一年 好我們再補充一點 那假設他的任期有八年呢 因為有些總統他是連任的啦 比如說像克林頓 像小布希他們都連任了 那有兩個第三年 那通常都是第一個第三年最強 哦 第一屆的第三年 對 第一屆的第三年是最強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哎 這個理論怎麼相見很晚 我們現在是第四年你才告訴我 所以大家也不要急 反正你們都很年輕 下一次美國總統在當選的時候 你就記得第三年買股票 好 那今年呢 那我們今年就幹嘛講這個 那今年跟我們都沒關係 不是 然後孫主任 用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幫各位歸納一下 你就看到這個 投影片的最右邊下面 這是我的圖片 對 就幫大家歸納一下 那第四年強什麼 第四年強美元 為什麼美元第四年強呢 也會有它的道理 因為通常在第四年 你還是要拼經濟啊 第三年是股市 那第四年為什麼是美金 因為美國跟台灣的經濟動能 是不一樣的 台灣要靠出口 所以台幣最好不要搶 台幣弱一點比較好做生意 但美國不是 美國是買人家的東西來消費 美國外銷沒那麼厲害 所以美國第四年 它的美元如果強 就像我們的台幣 最近大家去日本 都會覺得花得很高興 你會消費能力大增 不是你消費能力大增 是因為日元貶值 台幣升值 所以在美國第四年 如果美元強的話 對於民眾消費力是有幫助 刺激經濟當然更好 另外一個大家知道 在選舉那一年 是不是要花很多錢呢 要做很多公共建設呢 要招攬民心啊 所以這個時候要發很多美債 那如果你的美元很弱 一直在貶值 誰要買你的美債啊 大家對決買了就賠錢 這個時候你要讓美元升值 要讓美國很強 大家才會覺得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把資金 多多投入美元 外國人的錢會進來 你的股市會好 然後本地的人會消費 另外一個外國的政府央行 會買你的美債 這個時候對美國經濟才很好 所以我們這下面 幫右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美元指數通常 美國總統上任第一年一趴 只有賞一趴 到了第二年跟第三年 通常都是貶的 因為美國經濟不好 去跟人家打貿易戰 不管對日本打貿易戰 對中國大陸打貿易戰 都是第二年開始 第三年呢還在打 到了第四年你會發現 美元指數上漲3.6% 是最強的一年 所以三股四匯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三年是股市 第四年是匯率 所以沒有相見很晚 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在今年第一季 美元表現得非常強勁 在歷史上通常 最後那一年的第一季 都是最強的 第二季稍微弱一點 完全符合我們現在的狀況 雖然大家已經看到 四月跟五月 美元稍微弱一點 但是到了第三季 美元會再重新走強 因為第二季 可能是因為繳稅 然後股市表現比較疲弱 美元相對沒那麼強勁 在過去的經驗 第三季的美元會開始走強 然後在總統選完之後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總統符合大家期待 對於美股 對於美國匯率來說 都是好事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 先送給大家一個大體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過去 看美國總統選舉 還有一個門道 是跟我們的投資有關 三股四匯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如果 不管今年是拜登 或川普當選 然後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大家記得那年股市 是S&P500 五百家最好的公司 股價都會上漲 到了第四年通常美元強勁 那大家還會問下一個問題說 那對於我最近要投資美元保單 美元定存 那已經很強了 那主任現在告訴我也來不及了 已經32塊多了 那倒也是告訴各位說 至少美元今年不會弱 不是你現在買了 它馬上過兩天就要跌下去 所以今年的美元強勁 你買美元相關的商品 在匯率上至少是保值 那為什麼會特別提醒這一點 待會我們也會特別提到 你在今年買很多的外國的商品 你常常是賺的股價賠的會差 賺的房價賠的會差 今年只有美元相對強勁 所以在美元上面 你不用擔心會差的問題 好 所以昨日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這個三股四匯 然後是跟總統大選的 總統的任期是有關的 對不對 這算是一個投資密碼 在一開始破題的時候呢 我們先送給大家這個小福利 讓大家去做筆記 或是你有相關不管要投資 像美元也好 或是美元相關的保單 其實你心中大概有個概念 就不會覺得 哎呀 我現在好像很茫然 不知道該進場哪些 或是這個價位對我來講貴與不貴 大家常常有這些困擾 那我們這邊呢 就用總統大選相關的一個議題 來告訴大家 記得三股四匯 就會是你可能在投資股市 跟匯市上面 可以來做一個分水嶺 然後依序來去投資的相關標的 大家在這邊就不用太過的恐慌 只是接下來呢 我們會說最近看到美元強之外 金價也好強 主任 這種美元跟金價同時上漲 而且甚至呢以漲幅來講 金價的漲幅是比美元來的更高的 重機會不太常見嗎 如果你現在只有看到黃金漲 但其他的金屬沒有漲 那就怪怪的 但最近的是所有金屬都在漲 黃金 白銀 銅 銳 全部都在漲 那為什麼會上漲呢 當然可能跟國際政經情勢 不太穩定是有關係的 前一陣子大家也看到 因為中東的問題 所以大家會有避險的心情 當你有避險的需求的時候 叫什麼金的 通常都最好避險 一個叫黃金 一個叫美金 第二個就是 那最近為什麼鎳跟銅也在漲呢 鎳跟銅像銅它是拿來做 比如說現在要AI 要發電 因為很多發電設備裡面 都有銅的需要 另外鎳呢 鎳也是跟很多的那個建築 像不鏽鋼這種需求也有關係 大家還記得中國大陸前兩年 有一次鎳價高漲 所以那個時候讓大家 心中它是一個妖鎳 然後後來鎳價又因為倫敦 倫敦的交易所進行干預 鎳價又大跌 所以這一波鎳價跟銅價的大漲 資金 我講資金行情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最近資金多了 然後大家就會往黃金 白銀 銅 銅 這個金屬地方發展 但是大家也特別注意到 因為鎳跟銅 第一個它本身 有實際上的用途 銅是可以拿來實際上工業用的 鎳也是拿來可以做不鏽鋼 這些家具使用的 黃金跟白銀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都有它的用途 它跟我們一般在講的股票 債券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因為中國大陸它通常 經濟表現很好的時候都是黃金 就是金屬價格漲特別多 比如說像以前的鋼鐵 那最近因為中國大陸房地產 還不見明顯的起色 所以最近鋼價或者是鐵礦砂價格 還比較低迷 但是你看到鎳銅 這幾個價格已經漲上來 還有這兩年 我們上次節目有特別提到 這兩年各國的央行 因為不敢再把錢放更多 放在美金 很多都轉去買黃金 所以黃金的價格 還有我們剛剛講鎳銅的價格 很有可能是反映中國大陸的經濟 最近已經有一些明顯的 往好的方向發展 帶動了它的金屬價格的實際需求 也帶動了它的價格 所以接下來大家再注意一下 最近我們的原物料裡面 第一個 在今年的第一季裡面 只有石油漲 其他都不漲 其他都是跌的 只有到了4月跟5月的時候 最近除了石油漲 煤炭也在漲 天然氣也在漲 這兩個東西都在漲 你就知道 能源價格正在重新往上 另外一個 在我們剛剛講的鎳銅 除了鐵礦砂 價格跟年初相比沒有什麼漲以外 鎳銅黃金也在漲 這是第二種漲 第一種能源漲是因為中東 金屬漲是因為中國大陸 那第三個在漲的 黃曉鈺最近也在漲價 小麥最近也在漲價了 所以大家要特別擔心的就是 能源原物料 現在全部都一片在上漲 再加上你最近看到 貨櫃散裝運費 也有開始上漲的趨勢 所以我們的物價壓力 很有可能在第三季升高 主任現在不是才第二季嗎 因為現在國際先漲 我們的廠商通常都會先擋一下 或者是因為台灣的電價也沒漲 可以先擋一下 但是如果你的物價持續上漲 我們的廠商能夠抵抗的 就很有限了 接下來到了第三季 第一個台灣電價本來就有在調漲 再來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 各位就要特別注意 第三季 那台灣的物價會不會又再度往上漲呢 台灣物價要去往上漲 那我們台灣的央行 在第一季已經無預警的 給你升息升的半碼 到了第二季 到了第三季 還有沒有升息的空間呢 變成說我們都在期待 美國降息 大家降息 結果等到人家降息 我們自己還在升息 所以這個時候 金融市場就會非常的困難 也許對台幣來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升別人降 所以資金有可能往台幣來佈局 但是股市呢 今年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就是 今年股市漲的通常都是匯率扁的 你看日本股市漲那麼多 單日圓扁很多 土耳其阿根廷也是這樣 所以今天要特別注意 這種股匯背離的情況 因為你的匯率在升的時候 通常股市表現會受到壓抑 也要特別小心這一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 第一個在講原物料 這兩天的涅根銅 第二個我們講到了 涅根銅這些原物料價格上漲 可能牽動台灣的物價 最後影響到了台灣的利率 也就是當別人降我們升 這時候大家就要注意 對台股或者台灣投資市場的 不利影響 所以如果這個因為能源價格 或者是一些等於說是輸入性的通膨 在下半年的時候再起的話 主任認為我們的央行 可能不會那麼快的停止升息 甚至還有可能加碼升息 我們準備要先降息了 再不降我們已經快受不了了 然後歐洲或者是英國 還有之前的瑞士瑞典 這邊全部都在降息 然後美國也有可能在第三季開始 也開始展開降息的一個動作 那大家都在降息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兩個 大家還要逆勢的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我們 日本要升一點息 那台灣也有升息的空間 為什麼呢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 我們兩個逆勢操作 因為前兩年大家升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不升 或者是升很少 對啊 我們根本就沒動 我們根本就沒有到人家那個水準 我們之前用這種方式 擋住了一些事情 但現在你也擋不住了 現在是人家已經把那個 痛苦承受完了 現在是該你要準備這些 升息的問題 所以你要注意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升息也不是壞事啊 銀行股可能會賺錢 賺比較多一點 但是你升息的時候 對於很多券商資金成本 或民眾借貸的成本會提高 還有買房子的人 當銀行通知你利率要調高的時候 你的心裡總是不愉快的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進口物價對於台灣的物價 對於台灣利率的影響 剛剛主任講到一個就是原物料 特別是在鎳根桶 這個上漲可能是代表 中國大陸經濟要開始好轉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先行指標 是 因為金屬的價格 跟中國大陸聯動性是最強的 因為中國大陸過去這些年 它主要是工業在發展 工業在發展 當然你這個金屬啦 用的特別多 所以以前大家不會覺得說 什麼金屬價格漲是 什麼美國的問題 歐洲問題 不是 中國大陸佔最重要 比如說像國際之間的鋼鐵 中國大陸佔全世界鋼鐵用量的一半 所以它的房地產只要一好 鋼鐵用量一多 當然國際有物料價格 全部都被它推上去 但是當它這兩年 房地產低迷的時候 整個價格被它壓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 鋼鐵相關類股 他們其實本身是做內需的 但是因為台灣的鋼鐵 會受到國際鋼鐵的影響 那國際的鋼鐵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 所以只要中國大陸鋼鐵一步的影響 影響到全世界 我們也會間接的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 中國大陸對於金屬的影響力 是最大的 好 所以看到貴金屬它的漲跌 可能你就要跟中國大陸的經濟 做一些聯動 對不對 這樣的理解可能會比較直觀一點 不過剛剛主任講到另外一個就是說 升息 然後對於資金 當然會有一些排擠的效應 就看哪一些國家在升息 或是哪些國家在降息 那走不一樣的路 現在看起來亞洲比較是如此 是 我們也準備了第二份資料 簡報的第二頁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大家都期待說 美國要降息 期待好久 日本要升息 我們也講了很久了 可是美國想降降不了 日本想升升不了 大家現在看到左半邊這個鮑爾 他在去年12月跟今年3月 他兩次的會議 他們的會議後面的結論都說 我們今年要降三次 就是你看那個點陣圖 然後都是要降到4.6 可是去年的經濟數據呢 覺得今年經濟成長率只有1.4 大家往下看就看到有個1.4的數據 是說從去年 預估今年本來只有1.4 然後呢 今年的物價上漲率 應該是2.4 本來覺得今年都弱弱的 所以你降息當然有這個理由 但是你回到今年3月這個地方來看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已經從1.4預估 1.4上修到2.1 前兩天那個IMF 還給你上修到2.7 還比去年高了 你今年的經濟表現比去年更強勁 你怎麼降息 還有一個物價 那物價呢在去年 預估今年是2.4 現在大家看到最新的是2.6 然後你最近看到前面四五個月 美國的物價都是3.3 3.4 它的物價也沒有降啊 所以美國想降息降不了 因為沒有數據支撐 所以大家以後才看那些媒體 或者是分析師在分析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他們有一致性 因為你現在美國的數據 每一個月公佈的物價都是3.4 3.5 3.4 3.5 那美國怎麼降息啊 因為離那個2%的物價 還有很大一個很距離 你高過這個標準值降息就很難 所以最近很多聯準會的官員 包括主席也都說啦 你們可能沒有更高 但是要更高 我不會再更高了 但時間可能要拉得很長 你可能第三季 搞不好你今年都等不到美國降息 所以美國想降息降不了 所以左邊那一塊呢是說 美國這幾年它的貨幣政策走勢 好那我們再往右邊看呢 降息降不了 還有升息升不高的日本 日本在3月也改變了它的利率政策 第一個 他們把負利率變成零利率 第二個呢就是它有很多 本來買的國債啦 現在快少買一點 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 它的股票 它本來買ETF 它現在也要停止購買ETF 這一點我覺得是 日本股市在4月份 再也沒辦法上漲 甚至4月份有一個大幅修正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的股市 最近這幾年最大的購買者 是日本央行 當日本央行已經宣布 不再進場的時候 整個股市會少一個最大的推手 那當然這一方面呢 其實覺得是 日本調整政策的一個部分 但是換一個方向來想 日本過去20年 它利率最高的時候只有0.4% 你沒有聽錯不是4% 是0.4% 那現在是0 距離它的歷史天花板只有0.4% 你是能升多高 我們之前一直講到 日元能不能升值 不是看日本能不能升息 它升不高 一定要看美國降息 所以現在美國要降不下來 日本呢也升不上去 所以你們兩邊 5.5% 對上0%的這個利率 利差依然存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3月份的時候 它的央行一宣布這些政策的時候 日元不是漲的 日元是跌的 我們之前本來覺得 我也會認錯 我會認錯說 我本來覺得日本改變政策的時候 應該會稍微回升一點 大家去看一下我們過去的節目吧 我會覺得說 日本應該會從150回到140 而且我那時候告訴你 兩不起就140 後來發現沒有140是160 它是往160跑 我們完全沒有想到 那個方向是反的 它不漲反而扁 因為大家看扁你了 你目前根本不可能升息 然後美國利率也不可能降 所以你們兩邊利差只要在 資金就會開始套利 所以日本現在政府也緊張了 你再扁下去 最近原物料價格在漲 你的通膨越來越高 最近自民黨的支持率這麼差 你要怎麼選啊 所以日本政府趕快進去干預 現在就讓它在150左右晃來晃去 所以大家也看到這一頁 雖然我們表面上標題叫做轉向 但其實它轉不動 一個是降不了 一個是升不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影響到 今年第二季 甚至下半年金融局勢 最大兩個變數 本來大家覺得你會變 我們做好的準備 結果它沒變 我們很多的準備 都要重新去調整 這就有點像是兩個人 兩個國家的利率就僵在那 對不對 你也動不了 我也無法升 它不是他們兩個僵 我們也大家都跟它僵 大家一起 大家都僵在那邊 因為敵不動我不動 結果呢123木頭人 美國在那邊123 我們大家全部都木頭人 12345就一直喊 因為就木頭人下去 那個韓劇 誰動了就開槍打誰 現在誰一動 那個資金就開始往你家衝 或者把你家的資金給提走 所以現在這個123木頭人 在國際之間的匯率 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不敢動 因為是一個恐怖的平衡 這種恐怖平衡其實也會影響到 你說美國它就算不升息 好了它只要不降的那天 美元依舊強勢 那對於很多的亞洲國家來講 它的貨幣就會比較弱勢 因為大家常會問說 哎 主任你對匯率啊 可不可以告訴我 明天匯率會漲到多少 我每次都 對啊 這問題也太難回答了吧 你們每次在下面那個 寫那個留言都會寫說 主任講到什麼插話對不對 所以我的白話文是說 我要是知道我幹嘛來上節目 我今天還是重複一次 但是身為一個學者 我們總要把過去這些經驗 總結一下告訴各位說 那你看匯率的時候 雖然我不知道明天會到多少 那有什麼可以分享的東西 我只能分享給大家三點 我相信大家看完以後 覺得今天這個節目還蠻值得的 一 要看匯率看三件事 一 經濟好不好 二 央行管不管 三 油價漲不漲 聽起來蠻有學問的 一 經濟好不好 經濟強則貨幣強 這個在我過去出的書裡面 也寫過了 那大家覺得 那可不可以再舉兩個例子呢 今年美國經濟 原先覺得今年美國經濟很糟糕 現在美國經濟比原先預期的要強 所以美元指數強 那今年哪些國家弱呢 土耳其 阿根廷 日本 泰國 韓國 這五個經濟表現都比較弱 所以他們的貨幣也漲不起來 甚至是跌了一趟糊塗 這第一個叫經濟強則貨幣強 可是主任這個好像時間有點遠 那再告訴各位第二件事情 有些國家經濟也不強 但是貨幣也沒落到哪邊去 人民幣 這叫央行管不管 人民幣從去年七月開始 你就會發現 它跟美國的利差呢 是一直在擴大 但是人民幣就是一條水平線 跟新電圖一樣 就讓給你過來 它都不動 因為它的央行 從去年年中開始就開始干預 那另外一個你講的臺灣 那臺灣的央行 其實在今年的三月四月 它也有動作 日本也有動作 所以你看到 雖然大家利差一直被拉開 但是臺幣 日元 人民幣 這三個在今年三四月以後 都沒有動 這叫央行管不管 那如果要進一步告訴各位 臺灣的央行就這十個字 有事32 沒事29 也就是說你的地板就是29 天花板就32 那現在是有事囉 因為32 對啊 32 你們看到我們最近的媒體 都講了 你看我們的央行 最近外匯存體都在減少 每天干預的動作 也不能叫干預 就是 進場調節 進場調節都會有 其實大家都在調節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再扁得太兇的話 會不可收拾 所以第二個叫央行管不管 第一個叫經濟好不好 那有些他經濟不好 那央行會管 那第三個油價漲不漲 這個我們在之前前面幾次節目 每次都講 油價跟美元的正相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下一月頭影片 這個圖就是把我過去 每一次上節目 我相信 我們下一集再來的時候 我又把這個圖 又會拿出來 對 我每次拿這個 哎呀 你看準不準 大家對我講說 下次你們自己畫好了 紅色的是油價 藍色的是美元 你會發現第一個 紅色在最左邊那個地方 有一波大幅的上揚 然後那時候美金 就是油價上揚的時候 美金在後面跟 所以當油價到最高點 掉下去的時候 美元往下掉 那中間那一段你也不用看 反正都差不多 到了最右邊 最近以色列跟伊朗 在四月份的時候 本來有一波非常嚴重的衝突 四月份後來呢 衝突好像淡化掉了 所以油價一跌 你看到美元32塊多 它也下來 這個美元指數 不是只有對台幣 它是對大家 它是對大家一起都下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第三件事情 油價漲不漲 那我們把這三件事情 主要那三個事情 是有優先順序嗎 一 經濟強 貨幣強 二 央行管不管 央行只在兩個點會管 29跟32 中間它不管 29跟32中間 那它就讓你自然選擇 那中間該怎麼辦 看油價 因為它現在只是31塊多 它可能是31塊8 或者是29塊5 這個時候呢 央行還沒有需要調節的動作 這時候你看油價 很容易抓到這個轉折點 所以我們今天這三件事情 經濟好不好 然後央行管不管 油價漲不漲 三件事情可以幫助大家在判斷 最近的匯率 至少心裡面有個底 它最近應該是往漲走 還是往跌走 它是不是已經碰到了 央行的底線 這幾項事情 你大概就可以判斷出 未來一個美元的走勢 我想這個對大家 投資理財會很有幫助 那現在看起來呢 美國跟美元的一個狀況 有點像是美國經濟很強 所以美元很強 然後再來是油價 油價強 對 油價強 所以美元也跌不到哪裡去 不可能跌 是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用下一頁 印證一下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句話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這個投影片 它是貨幣的升扁 一直到我們5月20號為止 左半邊是國際的大貨幣 你看那個強的 經濟表現比較好的 美元對它表現得比較好 然後比較弱的土耳其 阿根廷 巴西 這三個經濟表現得比較好 這是國際大貨幣 右邊你看到 右邊亞洲貨幣最弱的是什麼 日圓 然後再來是韓元 泰銖 這三個經濟表現都不好 然後在左半邊有沒有看到人民幣 人民幣照說中國大陸經濟 前一陣子表現也不好 但它並沒有弱 它的央行從去年7月 開始就是不斷的進場調節 所以人民幣的匯率沒動 那台灣呢 如果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是 從1月1號到5月20號 所以你看起來 台幣也別的點了4% 但是你去看之前的一些數據 台幣呢在1到3月的時候 本來是扁很兇的 後來到了3月4月的時候 台幣突然感覺沒什麼動了 那個時候就是開始 央行開始管 你只要看到32 央行就會來調節 所以別的國家 比如說像中國大陸 然後日本這些 他們的央行心裡面那個數字 我不知道 但是台灣的數字 有是32 沒是29 這個是在我那本書裡面 5年前就寫了 甚至在8年前 我到很多中南部演講的時候 也都提過這樣的觀念 一直到目前為止都還適用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頁就會想到 你第一個看經濟強不強 你就上面抓抓看 你比較弱的都是經濟弱的那幾個 然後漲比較多的美元指數 是讓它經濟強 二 央行管不管你看人民幣 第三個油價強不強 美元指數強 一個是經濟表現好 二 是前一陣子的油價高漲 所以以後大家看這幾個數字的時候 跟貨幣就可以連結在一起 主任我想問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亞洲地區的話 最強的經濟有可能是落在印度 印度最近的經濟 這幾年的經濟表現一直都很強勁 第一個是因為印度本身 他們現在前兩年大概都知道 很多的中國大陸很多工廠 有一些因為像蘋果供應鏈 很多都搬搬搬到印度去了 然後再來是 美國現在跟中國之間很多貿易摩擦 所以很多廠商也會開始轉風向 就往印度這個地方去移動 早期在1980年 美國跟日本貿易有糾紛 所以廠商往中國大陸 往台灣這邊移動 現在是往印度這邊移動 另外一個是印度內需也強勁 印度最近經濟正在發展 它正在複製20年前的中國大陸 40年前的台灣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比如說你看鋼鐵的使用量 去年印度的鋼鐵 它的消費量是成長15% 中國大陸是零成長 然後現在印度今年還有8% 明年還有8%的成長 它那麼多鋼鐵拿去幹嘛 它要拿去做鐵路公路機場基礎建設 還要蓋很多房子 還要去都更 所以在印度本身第一個是內需 正在因為它的國民所得提高 正在起飛 另外一個這兩年 因為美國跟中國的摩擦 所以現在很多轉單 都轉到印度去做 轉單的意思並不是說 中國大陸什麼都不做 所以中國大陸本來以前是把 上中下游通通做好了賣到美國去 現在中國大陸只做上游跟中游 那下游呢 就給你轉到墨西哥 印度 越南 馬來西亞 從你那邊轉過去 因為美國是對我瞌睡啊 但對那幾個沒瞌睡 所以你可以從那邊轉過去 拜登這兩天也特別提到了 他接下來如果要是當選 他就專門抓這個 洗產地的地方 對 我們有些人叫洗錢 他那個叫洗產地 所以以後印度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產業沒辦法升級 永遠只是被人家洗產地的地方 下一個打貿易戰的 可能就打你頭上去 所以這兩天我們看到幾個 有熱鬧的新聞 比如說拜登對中國大陸 電動車科關稅 但是也要注意喔 拜登要是連任的話 川普是把所有關稅都調高 所以他們針對中國大陸 就逼你走 但是拜登現在是你走了以後 還要再堵你那個洞 因為怕你透過其他地方 再轉過來 所以印度要小心 這一陣子的好 如果不能帶動你的體質的成長 只是幫人家做點代工的錢 那也不能維持長久 難怪我最近看到有一些 一些基金大家分享的說 哇印度基金最近表現很熱 那顯然就是跟他的經濟表現好 然後內需市場很旺 所以也帶動了他整個在 產業這邊股價的一個發展 是還有剛剛你看 他匯率也沒有貶多 你貶多的錢就往 那個貶少的地方跑 所以印度的經濟 跟他的金融市場 表現得相對比較穩定 成為繼中國大陸 下一個吸收國際資金 一個重要的港口 那主要的經濟體 我還看到了俄羅斯跟南非 南非的話是跟一些原物料相關 應該跟原物料是比較有關係的 因為像非洲這些大國 都是原物料的大國 所以通常原物料價格上漲 像澳洲啦 像南非這些國家都會比較強 我想都跟原物料是有關係 之前我有看過澳幣前一陣子 前幾個禮拜也是表現很強勁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到520 那接下來如果涅價銅價這種價格 持續活蹦亂跳 你要知道全世界都北半球開工廠 南半球挖礦 種田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種原物料價格好 都是南半球的 對 南半球的挖礦 種田 戰功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對他們來說 當然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這個俄羅斯戰爭對俄羅斯來講 它的經濟表現也就沒什麼 最近俄羅斯戰爭你看到 最近你們都看新聞很少在講俄羅斯戰爭 對啊 幾乎媒體也不愛它 對啊 媒體現在不是報以色列的 就是報別的國家的事情 俄羅斯戰爭現在看起來好像 新聞對它的重視程度也不高 那大家你一定要記得 新聞程度重視不高 有時候不是我們的媒體不愛你 是因為媒體後面有一個力量 告訴你不要再管它 你再管它 我們還要花錢給它呢 那你要知道 美國現在是把重心注意力 放到以色列身上去了 它現在是每天拜託以色列 不要再搞事了 我們快要選舉 你每天在那邊跟人家打仗 物價高或者是猶太人 你看美國現在大學裡面 也是不同的意見 吵得很兇 俄烏雖然也會造成 美國內部民眾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沒有這麼分裂這麼厲害 所以現在反而是以色列的問題 讓美國更頭痛 俄烏戰爭放一邊 所以俄烏戰爭一放一邊 我想對俄羅斯最好 最好你們大家都別管它 我私下把它拖到暗箱去扁一頓 所以這個時候烏克蘭有苦難言 之前大家都把我當媒體的焦點 然後抗俄的英雄 現在怎麼你們都跑到別地方去勸架 我們這邊呢 所以這個時候俄烏戰爭 我們看起來往俄羅斯這邊 越來越有力 當然俄國的能源 還有很多的那些原物料 剛剛講原物料 原物料在漲的時候 俄羅斯不是被人家制裁 不能賣 誰跟你說不能賣 海上偷偷賣黑色一大堆 所以俄羅斯 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 也是受惠的地方 這兩個都跟原物料有關係 OK 好 所以我要來請教主任 就是為什麼你會經建一些 主要的經濟體 這兩個包含像是俄羅斯 包含像是南非 為什麼會跟美國 都算是在零軸之上的一個 主要經濟體成長的國家 在這邊跟大家來解析一下 不過接下來我們就很 想關心的是景氣了 主任景氣啊 我們現在其實也會覺得 美國的經濟這麼好 那景氣應該也不差囉 可是真的是如此嗎 我覺得大家心裡面 看到數據都充滿問號 美國的經濟數據啊 他們以前是看失業的情況 所以美國人仍然有工作 而仍然有工作 照收經濟很好啊 可是你要看是誰有工作 因為美國現在失業的情況 最近好像科技業在裁員很多 特斯拉在裁員很多 他現在裁的都是那些高薪的人 雖然你用整個人頭來看 然後呢好像美國就業的人 算很多他現在就業的很多 都是那個中低收入的 就是收入比較數的比較低的 比如說像美國啊 他們現在餐廳外送啊 這種不好找人 像這種工作 就算你的工作都填滿了 對 仍然是有工作 滿意度也高 但對你的經濟實力幫助 沒那麼大 因為你的中產階級 甚至高薪階級 最近是被裁員的一群 這點也特別提醒了我們 我們要注意一下 最近國際經濟的情況 有時候你會發現 現在跟以前正常的時候 有點反常 我最近看到有一位 金融界的前輩 他在他的臉書上 他是我們的前輩 他臉書上說 他最近憂心忡忡 為什麼憂心忡忡呢 他說他看到新聞說 日本熊本 最近中小區都找不到人 然後他們歸納的原因 是因為台積電去那邊蓋廠 薪水太高 所以中小區都找不到人 大家以後覺得 這個地方會很辛苦 然後他憂心忡忡是另外一個 他說我們高雄有這種情形 因為台積電要去了 所以可能以後高雄 也會產生這種缺工的情況 所以他覺得台積電去 會帶動大家行事 會帶大家找不到人 後來我聽完我也憂心忡忡 我們台積電 台灣經濟研究院 最近也不太好找人 我本來找不到原因 想說我們台積電研究單位 沒有人要來 後來原因 台積電 對嘛 人家打電話來說 你是台積電 台積電 他以為是 後來就不來 另外一個是 對 都叫台 我們有一次同事 打電話去海產店定位置 打電話去說 我們是台積電 我們要訂兩桌 對方那邊 台積電 對方一份歡呼說 台積電要來這邊吃尾 對呀 才訂兩桌 到底要訂什麼龍蝦包 我不是台 因為我們同人 有點那個台灣狗語 我是台積電 台積電 反正對話就是一直歡呼 反正最後 最後那天他們會失望的 所以這個是 還沒吃嗎 這一餐 先訂了是不是 對對 還是有吃 可是可能 對方失望說 是台積電 想說什麼事 對 所以你剛剛看到這個 我們憂心忡忡 搞了半天 我們台積電找不到人 也是因為台積電 我們公司樓下的快餐店 店長也是出去很久 一直找不到 也是因為台積電 所以什麼東西 亂找理由 對 全日本都找不到人 我們都怪台積電 台積電 他理由很好用 我一個書生 怎麼去當工程師了 對 我們這種概念 對我們說 我們快餐店的老闆 可能也到台積電 可能台積電也需要 去裡面獲施 對 因為裡面缺廚施 所以都被他挖走 主任也很希望說 下次小屁的節目 我們可以到台積電 我也想到台積電去 當個小小分析師 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最近 在看這個景氣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我們這個景氣 聽起來很好 人人有工作都找不到人 但我們真的有那麼好嗎 可能只是一時 疫情期間的職業錯配了吧 因為我們疫情期間 可能變成現在外送的工作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 開Uber的工作 開計程車的工作 現在因為新的科技 或者因為民眾的那種 就業的取向 產生了一些改變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去調整它 但是你這個時候 就因為我們缺工了 所以我們最近景氣 應該很好 那是未必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行業 它的銷售情況 沒有回到疫情之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在談景氣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這兩年因為疫情 造成我們的行業 就業的情況 跟疫情之前有所不同 如果你拿舊的指標 來衡量這個新的情況的話 很有可能會誤判 所以這個時候 就太說 我們現在景氣很好 但接下來大家什麼GDP 都連番上漲 你看我們GDP就是三 也沒有13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內需穩穩蕩蕩蕩 但是我們的外銷沒有很好 我們外銷到中國大陸 它的房地產目前還不行 然後賣到美國 去賣一個AI伺服器 手機筆電也沒有當賣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在看景氣的時候 還看到特斯拉在裁員 Google在裁員 一堆大工在裁員 這個時候 千萬要對景氣 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 不要講別的 巴菲特 你看他五月初 他那個全球股東大會 巴菲特說 他現在手上 現金部位是1800億美金 去年這個時候 只有1300 現在是1800 而且第二季結束 他的現金部位 會到2000億美金 歷史新高 他沒事放那麼多現金幹什麼 也是戒慎恐懼 所以這個時候 景氣是不是好 看巴菲特 看我們的身邊 其實沒有很糟 但是也沒想到 好像大富大貴 也不是那種日子 而且之前主任來上節目的時候 有講說我們的內需 其實蠻熱的 比起我們的外銷訂單啊 一些出口的一個表現狀況 可是你說那種好 會讓大家明顯的感覺到 我們的景氣很好嗎 好像也不驚訝 第一個 我們來先給大家看一下 營建業就是蓋房子 房地產在去年第四季 到今年第一季 也有很明顯的改善呢 大家看到這個營建業的景氣 它最低點大概是 2022年的第四季 那個最低點 接下來你看它 就一路往上跑 跑到現在依然居高不下 原因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選舉年嘛 去年是選舉年嘛 今年新總統也上任了嘛 公共工程對不對 答應的是要做到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現在的那個物價上漲 大家看到這幾個月 物價上漲率都是什麼 百分之二點多 快要百分之三 物價只要有在漲 大家回想一下 因為我前兩天在看這些勞退 因為有時候覺得自己年紀也大了 是不是應該為 不要叫晚年 總任怎麼會 過幾年 為了過幾年先 你要陪我一起上節目啊 還不能退休呢 沒有 我們只是看自己 到底這輩子存了多少錢 後來發現 這樣我就放心 才存這麼一點點 然後你也知道勞退基金 或存在勞保帳戶 那個錢的報酬率 你看喔 你私下教我 我可能是少少 你用什麼自然人憑證 就可以看到自己存了多少錢 觀眾可能有 待會馬上就去查 所以你存了這麼幾年 你到底勞退裡面 那個金額是多少 它可以查得到 自然人憑證 好像在網路上就查得到 因為我通常看到我的帳戶 就想關掉 因為你還年紀輕 我們已經存了很久 我想說看遠一點好了 看勞退 然後存了半天才存這麼一點點 然後當然它有一種叫勞退 有一種叫勞保保 還有一種 然後你想想看 你平常也知道啊 自己的勞退勞保 它的報酬率 可能都是用什麼 什麼公股行庫的什麼加級嘛 就1%多 然後你知道現在物價都漲3% 結果我的投資報酬率 都只有一% 我當然會擔心啊 所以很多民眾就會開始買房 所以今年的1到4月 我們從北到南 我們的房屋成交的那個數量 比起去年的1到4月 都成長兩成以上 而且越南邊越熱 越南邊不是天氣熱 房地產也熱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營建業 去年我們台灣 有新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然後公股行庫也放了很多錢 今年新總統來了 因為你看前兩年打豪宅 他們現在打的是豪宅啦 一般民眾基本需求 倒沒有那麼多 再加上最近4月份這個地震 你看到花蓮 台北有好多地方 都被拉了那個黃線 可能那些房子以後 都有需要修繕 甚至要都更 那這些對於營建業來說 它本來就是苦於說 這兩年都找不到什麼新的題材 來蓋更多的房子 那恭喜你 不用蓋更多新房子 因為台灣容納不了 那麼多新房子 你不是蓋到山邊 就是蓋到海邊 那你現在可以把原來舊的 很舊很舊的那種 有圍樓可能的把它拆了 蓋都更 所以這一次的營建業景氣 一方面是整個的去年 整個政府 星期內安心成家方案 推動了一般的住宅 再加上都更 可以維持未來幾年的 榮景不墜 所以我們的營建業景氣 目前在持續上升 這是內需的第一棒 第二棒是我們的服務業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我們的服務業 那服務業的景氣呢 目前是水平的 穩穩的 第一個穩呢 是穩在我們的零售銷售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我這邊應該有準備資料吧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一頁 下一頁就有了 我們的零售銷售 我們先切到下一頁 左邊上面那個地方呢 是零售銷售 今年的一到三月 它成長3% 你知道我們去年前年 我們解封之後 我們的零售就一直很穩定 你每次尾牙春久都不好定 母親節你也 根本也擠不進去 連蛋糕我看你也買不到吧 所以今年的消費 一到三月很穩定 現在左邊下面是賣車子 去年終於 半導體恢復正常 所以賣車的人 終於有車可以交貨了 但現在有很多車啊 你還是要等 也沒有去年 可能要等八個月 要等半年 現在可能要等三個月 時間是縮短的 但是等車 還是得等賣方市場 所以一是消費 二是賣車 右邊下面呢 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是觀光 觀光 在疫情之前呢 我們的觀光客 一個一年來一千萬 那疫情之後 慢慢的再恢復 不過現在的一個變數 就是因為我們四月份的花蓮地震 因為老外那邊看電視 每天要報你的災情 因為四月剛好那天地震的時候 我人在香港 我早上在東莞 看我的朋友 然後中午就跑到香港去了 我一見到香港 一打開電視 我看到每天要報台灣的災情 這次為什麼香港報 因為香港被搖到了 對 上海也是 對 香港會搖耶 我們以前都講 香港的房子蓋那麼高 它應該不會晃喔 他們也會晃 而且就是因為 他們以前沒什麼地震 所以他們的房子蓋得特高 而且在山上 他們平常家裡的東西擺放 也沒有在防震的 所以他們一旦晃 就很容易被砸到 所以那一天香港的民眾 看的新聞 一是他們在問香港旅行團 在花蓮有沒有遇到災情 二是香港本地的災情 所以現在因為國際媒體 前一陣子爆得也凶 所以對我們的觀光業 會產生一點負面的影響 但是呢最後一個是 所以右邊上面那個股市 我們去年第四季以後 當美國宣布它不再升息 股市一路熱 熱到今年3月 然後4月份雖然一到一點亂流 美股跌了10% 日股也跌了10% 但接下來呢 以壓戰爭中東問題解決了 股市又重新回來 所以美股現在又重新回到4萬點 把那個一波10%給彌平掉 現在日本還沒有回來 但是最近的大陸入股港股又再回來 所以對於台灣的股市來說是好消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消費 四個數據 三好一換 三好是消費好 賣車好 股市好 稍微比較弱的 光光這一點 可能它再等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今年的經濟表現 一 蓋房子這邊 二 一般民眾的生活 這兩個目前看起來 表現得算比較穩定 所以是內熱的一個情況 說到蓋房子啊 我很喜歡去網路上面 看一些鄉民在分享自己買房的經驗 我發現這個房市的世界 不是如我想像般的這麼的 就是那種現場去看預售屋的激情 跟我想像中的房市差好多喔 比方說輕譜 比方說一些桃園熱區好了 你說那個房價 我看他們那個PO文分享啦 說預售屋都是大排場 然後大排場 你還不是人人有獎喔 現在建商還開始讓你抽號碼牌呢 所以你有去排過嗎 我沒有 看到那樣的狀況是不可能想去的 在網路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在下面留言的人 是咱們家的人 我也有時候也在想說 那個大排長龍那些龍 會不會是臨時演員 大陸搞不好有很多的工地 也是臨時演員去演的 所以那種大排長龍的榮景 然後你在旁邊聽說 你也下單賀成交 這邊也成交 那這個時候你的營業員說 還不下單喔 為什麼還沒成交 對啊這兩排都被人家買走 它會給你一個壓力 所以有時候那種現場的熱度 各位可能在買房的時候 要稍微冷卻一下 不要那麼急 因為你永遠不曉得 那些大排長龍的人 是真正的買房子的人 還是臨時演員 你還是稍微冷靜客觀一點 因為畢竟買房子 可不是買一個小的東西 大不了買錯了 退貨還可以七天寬限期 你買錯了房子 就是未來你要承擔很大的財務壓力 所以這時候特別小心一點 現場的氛圍跟自己的心的冷靜 要考量很清楚 主任我想要再追加問一提 就是這個房地產的政策 我最近看到也是很多的網友在分享 你知道現在很多 我們就是網友說什麼 他們就會入標啊幹嘛的 可是我想要來問學者 來問主任 就是他們說新清安政策 或者是接下來大家很擔心的 有一筆活水可能要伺機而動 就是那個台商原本被封存了 就是外匯回來的這些錢 那可能預計是在今年下半年 8月份的時候 可能要來解禁 所以當市場上面的錢 越來越多 你一部分的錢不是湧到股市 就是湧到房地產 不然就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可能更一些炒作性的 比特幣啊虛擬貨幣等等 Anyway 但真的嗎 這樣會比方說政策 再加上這種資金效應 還是會推升我們的房價 我們的房價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今年在1到4月的時候 我們的房地產交易量又上來了 這還不用你剛剛講的 那兩件事情 根本從新總統也沒上任 然後8月的活水也沒來 那為什麼房市已經漲了 去年新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已經放了幾百億出來了 對對 那我記得那個錢 都是從工股行庫放出來的 當然它的理由是說 協助一些年輕人 能夠趕快買到自己想要的房子 所以去年雖然我們大家都覺得 股市應該 房市應該表現很弱 沒有啊政府還是在放錢出來 那今年呢 大家已經看到了利率 我們的利率前一陣子 就算央行升了半碼 現在也只有到2 那跟美國那種5% 跟歐洲那種相對 我們的低了很多 所以前幾年我們的利率 本來就不高 利率不高 我們的建商或者是那些有錢的人 他的資金成本很低 他房子放在那邊也不管你 就跟你放著 反正最後他只要賣到一戶 這幾年利息錢都可以賺得回來 另外一個是買的人 我們現在的利率才2% 可是物價漲3%呢 所以這個時候你怎麼算一算 也划算 我剛剛不是說嗎 你去看看自己的存款勞退 我發現我們每次都把錢 放在那個低報酬率的地方 看起來就很心疼 所以這個時候不如 而且你要買房子 你再不買的話 也許以後房價會更貴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民眾 就會開始這時候 開始到處 除了你剛剛講的桃園啊 龜山啊 臺北的周邊 都會變成大家親愛的對象 現在從北熱到南 因為中南部現在有很多的 台積電也到處去開工廠 所以很多工程師返向了 也會在那邊買房子 所以我們的房價第一個 前兩年就沒有掉很多 不像人家韓國啦 什麼都掉很多 因為我們的利率不夠高 沒有像韓國人家 一次升到底 一次把它打到底 另外一個是 但是我們也沒有像大陸 那種強烈的 那個房地產限制的方案 把房地產打到底 所以這些因素 讓過去我們沒有跌很多 那現在整個景氣 國際的經濟的因素 正在復甦 所以我們當然也會往上跳 不過這個時候跳 是不是能夠跳很高啊 還得再觀察一下吧 因為前陣子沒有跌很多 就像股票一樣 你不會跌很多 你的漲幅 反彈力道不會這麼強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 這個時候也不要急說 主任的意思是說 明天房價就會大漲很多 不是啦 你再觀察一下 到底是哪些地點 還有哪一些方案比較適合 我覺得是買房子的好機會 如果是自住的話 都是好時間 但是呢 要適合你的能力 而不要說 因為媒體上講什麼 因為現場的氣氛這麼的熱烈 我們就去買了一個 我好像被推著 一定要買這些事情 對 你再不買的話 就來不及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沒有輸在起跑點 但永遠到不了終點 你知道最常看到就是 嬰兒奶粉廣告 說不能讓你的孩子 輸在起跑點 再貴的奶粉也吃了 再好的補習班也早了 老師也早了 交錯還是個廢材 所以未必能夠到得了終點 然後怎麼突然講到 從房子講到孩子 差不多啦 都有個子沒關係 之前啊 我在跟我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你是財經主播 我說不敢當 不能說是專家 但是我想要 我說你想要問什麼問題 他說我很好奇 逐科南科 以前就有台積電了 那現在房價到處都漲 你又說是因為台積電 是不是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缺工台積電 到處缺工都說台積電 所以房價漲 也真的是因為台積電嗎 尤其是中南部 我覺得中南部 這種感覺特別明顯 我覺得它當成一個題材是好的 像最近前幾天我在對 嘉義一所大學的EMBA 在演講的時候 他們也說嘉義最近因為 好像台積電要去太保了 所以太保的房價也在漲 但你要知道嘉義之所以漲 我覺得嘉義過去 它的房價是委屈了 因為大家漲就漲到台中 然後後來又漲到台南高雄 中間這個雲家這兩個地方 沒有題材 所以漲不起來 那現在別的地方已經漲多了 然後加上太保那個地方 大家也看到高鐵一下去 不是往嘉義是往另外一邊 那全部都是太保 很多以前都是甘蔗田 然後一些政府建設在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的嘉義 一方面是台積電 還有最近有很多那個大賣場 那些outlet都要過去 所以整個嘉義或許會成為 未來三年到五年 我們台灣房地產 還有包含商辦 或者是工廠 包含住宅一個亮點 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地方 都已經房價漲很高了 現在很多地方水往低處流 所以我們的資金 就可能往嘉義這個地方移動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也會記得嘉義 除了嘉義本身 就有很多它的特質 嘉義是一個山海匯聚的地方 山 阿里山 然後它也有海 這是山海匯聚 另外一個它是一個農工大縣 農是它本來就有很多的農業 在那邊發展 另外一個是它的工業 現在也在快速的起飛 當你農工都有了 下一個可能就是服務業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賣場outlet 以後可能都會在嘉義太保 或者是在高鐵這個附近 群聚成塊 所以大家以前都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買房都要在台北 或者是在大都會地區 但是你看到現在很多的那些 因為以前我們台灣認為的二線 三線城市 現在也在快速的發展 你也可以去開始思考一下 我們的房地產的佈局 是不是每次都要在大城市 這個地方 還有沒有別的地方 也有可能開始有補漲的行情 大城市外面也會有一些 外溢效應對不對 而且尤其是當有題材 起來的時候 這就有如資金的洪水猛獸 對 就像我們看到最近的 你也跟銅在漲 因為你股票債券都漲完了 而且大家都覺得高了危險了 所以資金就會往那些原物料 或者本來一些 比較小眾的市場 所以投資都是這樣子 或者像股市 本來台灣都是電子股金融股 最近怎麼都是一些 小型冷門股在漲 而且營建業也在漲 對啊 因為最近的房地產 你剛剛看嘛 房地產的整個交易事況好 本來前兩年建商都覺得 不太有信心也不敢買地 雖然前一陣子的核發建造 看起來還比較低迷 但是需要最近的市況熱絡 他們把手上的存貨 庫存的房子給賣一賣 賣掉了 接下來他們就會 著手補盡新的地段地塊 所以我想對於台灣的建商來說 接下來可能核發建造 或者去找土地的意願 也會更加的熱絡 所以一個小小的台灣 你說每一個地區 各個縣市不同 你就有一種好像發展中國家 然後成熟國家的那種概念 就有些地方它就還沒有漲 可是如果還搭上了一點題材 或是它當地的縣市政府 有很努力的想要在這邊打造 跟規劃的話 其實當然也會帶動房價 帶動消費 帶動服務業 對不對都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另外一個 我們就來聚焦在南韓的部分 南韓剛剛主任有說 是亞洲你說最差的五個經濟體 南韓就算是其中 兩線比較弱一點 南韓其實之前我覺得 它這一兩年的話題還蠻多 主要是因為它房價漲上去 升息生那麼快 然後房價又被打了下來 所以之前上一集 我有問過主任嘛 就是為什麼台灣跟南韓 即便都有在升息 可是這個壓 對於房價的壓力為什麼那麼大 主要那時候有跟大家做解釋 對 那個時候他們的房價 漲得比我們兇很多 對 另外一個是 他們利率升得也比我們高 所以大漲之後必然大跌 那台灣之前我們的利率 沒升那麼高 我們的房價也沒有 漲得像韓國人這麼多 這些當然跟我們兩邊的交易制度 或者是整個的政經情勢有關 所以我們接下來 介紹一下南韓的一些經濟的情勢 讓大家瞭解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投影片 這個投影片 我剛剛大家準備了 那個標題 游魚遊戲 對 那是一個韓劇 游魚遊戲是代表 韓國的中下階層的民眾 因為負債太高了 去玩一個死亡的遊戲 那你有看嗎 看看看 而且是一次看完 我很少看韓劇看完十集的 我通常看什麼電視劇 就看一兩集 然後就半途而廢 真的 對啊 就死亂中氣 剛開始亂看 後來就放棄了 就死亂中氣 前兩天看一個什麼女王 結果看一看 怎麼又是這種片 看一看 也許女孩子會把它看完 我們男生看看 每天大概也猜得到 他們要幹嘛 就不想看 但是這部游魚遊戲 我是真的一次把它看完 因為它 把我們剛剛講的 一二三木頭人 很多的死亡遊戲一次也玩 那青瓦台是他們的總統府 總統府的死亡遊戲 代表韓國的總統其實都還蠻苦命的 這上面看到那三個照片 叫李承晚 普正熙 全斗煥 早期是軍人出政權 所以這三個都是軍方的代表 到了中間那三個呢 是地方勢力 當時韓國在1987年開始 開始民主化了 所以金永山 金大中 金中密 再加上盧太渝 成為當時地方勢力的代表 那第三個階段 就是最下面那三個階段 韓國過去二十年 從軍方到地方 現在進入了意識形態 到底你要跟大陸改善關係 還是要跟美國改善關係 親美跟親北之間 永遠有擺不定 所以這四個總統 大家看到最左下角那一個 叫盧武炫 他當初是希望跟北韓改善關係 中間李明博跟蒲警惠 是親美的 最右邊是前兩年 系列的文在寅 他又是親北 他還跟金正恩見過面 所以四個總統 兩個親美 兩個親北 韓國永遠都在這中間搖擺 主任怎麼突然講到政治 不是我要講的是經濟 韓國每當跟中國大陸 或北韓改善關係的時候 你知道中國大陸 當時就會觀光客來很多 農產品買很多 汽車買很多 消費性電子買很多 但是如果韓國是跟美國 比較接近的時候 剛剛這幾樣東西 就會受到限制 那美國會給你什麼 美國會給你半導體 會給你科技運單 所以韓國的政治走向 會決定他的經濟發展方向 那最後呢我們看到 右邊這個地方 尹喜悅總統在前年上任了 他上任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國會 大概還一半一半 然後那個時候他上來以後 他宣誓說我是親美的 所以他把普警會給放了 他把特色了 然後李明博後來不知道 有沒有特色 因為當時這兩個總統都在 都關在牢裡面 所以他也特色了他們 然後再來呢 他說要打房 所以韓國那個時候 把利率調高了 房地產也跌得很兇 另外一個就是他有很多政策 那都是往美國這個方向靠攏 比如說 美國叫他去射半導體 他就去了 他還把三星的小老闆也給放了 放了以後 代罪立功 立什麼功 去美國建半導體廠 我就放了你 所以對韓國這個總統來說 我們用遊戲這部電視劇裡面 一個非常有名的橋段 叫玻璃橋 在十幾樓的高空上 他們建了兩座玻璃橋 就你看到右邊那個圖片 這個玻璃橋每隔幾步 就是一塊玻璃 你要二選一 你選一塊玻璃踩下去 你才能往下一步走 其中一塊玻璃是安全玻璃 踩下去沒事 另外一塊是一般玻璃 它不能承受一個人的重量 它一踩破它就下去了 所以到底親美跟親中國大陸 到底哪一個是你的安全玻璃 哪一個是你的一般玻璃 對於韓國來說 就是它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們在講人家的時候 也仔細思考一下 那台灣過去這20年 是不是也曾經在這中間 意識形態中間 一個搖擺 比如說跟大陸改善關係 你的觀光業 農業 或者是我們的傳統產業會很好 但是當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候 我們的產業會受到影響 所以韓國的例子也在我們身上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下一個 是韓國接下來要轉型的問題 一直講歷史是沒有意義的 重點在從現在的經驗 能不能總結到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最近看到就下一頁頭影片 韓國在所有的電視劇裡面 最常出現的就是採訪 他們不是財團 他們是根本是超級大巨獸 所以我們這邊上面 給大家看一個數據是 韓國前十大採訪 他們總共佔了韓國經濟的七成 光是三星就佔兩成 現代一成 光韓國三星加現代就30% 另外八家佔40%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 有多大 那韓國人說他們一輩子 只有三件事情抖不掉 一是人會死亡 二是要繳稅 三是三星 那日本人三件事情抖不掉 是繳稅 死亡跟那個商社 所以韓國人現在 三星占他們的生活比重非常的大 那韓國的財閥 其實早期也沒這麼大 在韓國剛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當時的總統李承晚 他從日本人手上 通常接收很多土地 廠房 那設備 他本身不太會拚經濟 所以他把這些呢 委託給他認識的一些 企業家代表 包含了三星的第一任老闆 交給他的經營 所以韓國第一財閥早期 是靠政府特許經營 跟移轉政府資源給他 到了第二任 到了普正熙這個時代 就是大家看到左邊第二格 普正熙時代 因為他是軍權總統 所以他要求這些企業家 都要配合我 我要發展經濟要投資什麼 你們就要聽話 不聽話我就會抓你們整你們 所以這個時候 普正熙跟這些財閥 形成了一個共生的關係 他的政策 財閥會幫他背書 但財閥想要的事情 他也要幫他達成 比如說中小企業 後來生存的空間 就慢慢縮小 也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到了第三任 就剛剛講的全斗煥 全斗煥這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 他希望他們的企業 能夠民營化 國有企業民營化 這個在台灣 在東北大陸 我不是要常聽到嗎 他的國有企業民營化 他是賣給財團 財團高興死了 財團想說 這些天上掉下來的肥肉 不買白不買 趕快借錢去買 大家可能會不太理解說 國有企業民營化 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影響 你想想看嘛 台灣的賣加油的公司 就兩家 一家叫中油 一家叫台塑 我們中油 因為有政府的政策在後面 所以它的油價 會有一些政策的考量 如果今天中油跟台塑 中油賣給了台塑 只有台塑可以賣油 那會是什麼結果 它要漲就漲 要降就降了 你完全都只能聽它 等於政府少了一隻手 所以國營事業民營化 如果你是用很激進的方式 會造成很壞的結果 所以當時韓國國有企業不見了 韓國政府再也沒有辦法 去對付這些財閥 而這些財閥 又因為借了太多的錢 去買這些企業 搞得負債累累 所以最後變那個第四階段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為什麼十大財閥幾乎全倒 就是因為當時前一陣子 借錢借太多了 所以韓國財閥 這整個年代的興衰 它現在掌握了韓國 絕大部分的經濟 它是一個歷史的演變 也包含當初 韓國很多政府的政策 它實施的並不適當 所以造成了韓國的財閥 現在看起來大到不能倒 美國銀行大到不能倒 他們也都大到不能倒 所以韓國未來要經濟轉型 日本有日本的問題 韓國有韓國的問題 財閥大到不能倒 就是它未來轉型的一個阻礙 這個就有點像是 你政府被把持了 然後我覺得可能 跟韓國的歷史淵源也有關係 就是他們的政府長期以來 你說不是被日本把持啦 就是被中國把持 就他們都有那個天朝觀 其實韓國的政府 如果我們有去看 他們的一些歷史文物的話 你會覺得如果 怎麼跟北京相比 或者是跟日本的工程相比 你會覺得韓國的好像都偏小 那麼一點 我覺得可能對於這樣子 所以韓國人對外 是非常團結的 可能跟他們的民族性也有相關 那這就有點像是引狼入室 我後來就變得 乖乖要聽這些財閥的話 對啊 財閥剛開始是你利用它 但是只要幾任政府 政策運用不當的話 後來就變成 它都吃定你了 所以你看到 韓國的財閥常常有些醜聞 或者有一些經濟事件 他們每次抓去關呢 然後過一陣子 他就會放出來 反正都是為了要代罪立功 不管是為了2008 北京奧運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 韓國也是把 三星的一個老闆給放出來 說要代罪立功 現在也是啊 每次代罪立功 所以這些財閥也知道 就算我今天進去了以後 過兩天 只要政府有需要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出來 我就等特赦 對 所以在韓國 你看到很多的韓劇 他們演的劇情 也不完全都是假的 比如說政商的勾結 政商的聯姻 他們韓國有個統計 韓國幾乎有25% 都有政商聯姻 在我們台灣 不會有那麼多政商聯姻 他們有很多政商聯姻 還有在韓劇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 什麼檢察官司法官 政府官員 一退休馬上就 沿染入財閥裡面去工作 然後變成他們的門神 幫他們做很多事情 這個在韓國 也會形成它 財閥對於經濟的影響力 掌控力越來越大 但是我們回到 剛剛講的 好像在我們現在 在講韓劇了不是啊 是要告訴大家 韓國這兩年的經濟表現 越來越弱了 就是因為你現在 財閥把持得太多 他們的方向未必正確 都是靠政府 不斷地供給這些資源給他 但接下來 面對美中的貿易摩擦 面對俄烏戰爭的新局面 面對中東局勢的長期混亂 你會發現這些財閥 他們的那個應變能力 經營能力 備受考驗 所以現在他們韓國 也有個新的聲音說 財閥不要再這樣傳下去了 代代相傳 家族企業永遠都 對韓國沒有好處 所以三星現在這個老闆 已經說了 他們的家族事業 不會傳到第四代 但你聽聽就好 表面上沒有第四代 但是呢 後面還是我們家在把持 那個經營決策 還是不會太好 也有可能是李家 也有可能是一個 木偶的執行長 不知道 對不對 你說已經擁有權力 這麼久了 要一夕之間放開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最後我們就來討論 一個比較大方向的 就是在2024 然後第二季 甚至是接下來第三季 到底這個全球企業 你說他們對於景氣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也算蠻分歧 甚至最近從一些 不管是在美國的報告也好 我記得是消費者信心指數 他們就有觀察到說 接下來對於一些景氣啊 對於一些消費力道 你說我能不能看半年 然後還這麼的暢旺 其實大家是打上問號 是 我們最近我們台軍 也在跟鄧白氏啊 他是一個國際調查一個機構 在做一個合作 因為我們台軍會調查台灣 但是對於國際 我們哪有那麼多能量 去調查國際 但是我們又很希望知道 各國之間他們的一些 對於未來的企業的信心指數 所以我們引進了他一個資料 接下來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是他們第二季的一個報告 也就是在四月下選的時候 他們有公佈 在左半邊呢 鄧白氏他們這間公司 有做了幾個國際企業的一個調查 景氣指標 當然他們調查的對象裡面 大概大的國家他都有 除了中國大陸沒有 因為在中國大陸你要做調查 不太容易啊 他們官方做 你不能進去做 所以這裡面唯一可惜 就是沒有大陸 但其他他們都有啊 第一個在左邊上面 第一個是樂觀程度 最左邊呢是去年第四季 然後中間是低年第一季 最右邊是今年第二季 你會發現樂觀程度 從53.5 一路上修到60 這個數字一 只要超過50就是樂觀 而且它是足跡往上升 是越來越樂觀 這是好消息 但是每次很多訊息 都是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下面那個憂的馬上就出來了 供應鏈連續性 就代表物流穩不穩定 這些問題就在存在 所以你看它數字從51 本來還不錯 掉到47 到了第二次只要44 因為我們的國際物流 出現了兩大阻礙 一是蘇伊士運河 因為胡塞武裝的攻擊 蘇伊士運河 曼德海峽被封鎖了 現在經過紅海都很容易被攻擊 二在中東這個地方 除了曼德海峽 還有一個海峽在伊朗旁邊 赫姆茲海峽 那個地方是輸油管道 我們台灣從卡達 從科威特 從沙烏地阿拉伯買的石油 天然氣都要從那個地方運出來 所以前一陣子伊朗跟以色列 互轟飛彈無人機的時候 那個海峽也變得非常緊張 這是第一個被中斷的 第二個物流被中斷的是巴拿馬 巴拿馬運河最近也快中斷了 而且它時間更早 它從去年10月就不太穩定 因為他們下雨下的少 聲音現象 另外一個是巴拿馬運河 已經100年了 旁邊住的民眾越來越多 住的民眾多 他就會把上游的河流 給你東階段西階段 所以流進去的水變少 再加上不下雨 所以巴拿馬運河最近也中斷了 所以最近的國際物流並不穩定 因為巴拿馬運河 或者蘇伊士運河都中斷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航運價格 你最近看到台灣的航運類股 漲翻天 也都因為這個運費價格高漲 所以這是第二個 雖然經景氣在變好 但物流的壓力 供應鏈的穩定 不穩定情況也在加劇 後面財務信心跟投資信心還好 因為雖然利率高 但是對這些企業來說 要找到資金 你看最近的股市表現還不錯 找到資金還不是什麼難事 對未來的投資也還好 那到了右半邊呢 我們看這個簡報的右半邊 大家看到樂觀指數哪些最高 我用紅的幫大家標出來 製造業是目前看起來 第二季樂觀的 大家想說為什麼製造業 其實製造業在去年跟前年 表現是不好的 因為去年跟前年 因為我們的庫存太多了 前兩年買太多了 米缸還很多 對啊米缸冰箱都堆滿了 所以媽媽過完年 有一兩個禮拜都不買菜 因為那個時候冰箱是滿的 但接下來呢 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為止 我們的庫存已經慢慢開始 恢復到低位水準 所以開始在補貨 另外一個在供應鏈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供應鏈部分全部都在50以下 因為供應鏈從去年到今年 越來越不穩定 所以最近的供應鏈不穩定 廠商的調查樂觀指數也往下掉 第三跟第四 就是財務的指數跟投資的部分 目前都還算好 但是要注意我們的投資現在是 現有的產能我會維持 但是如果要新投資什麼 他們還在觀望 因為現在為什麼要投資 因為最近的景氣開始變好了 庫存消化光了 所以原來該買的機器是可以買 但是我要不要再多買幾台機器 我們再觀望一下吧 因為誰知道最近這一波景氣的回春 還能維持多久 所以你剛剛講的 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採購經營指數 通常都是好一個月就掉下來 好一個月就掉下來 不太穩定 所以雖然大家覺得 最近的情況比起去年 比起前年要好得多 但是不是還能維持下去 還有很多的問號 所以廠商的樂觀 目前看起來是有的 但是供應鏈 還有未來的信心 還是不是很完整 所以這個時候還在靜觀其變 再等一段時間再來觀察 好 所以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有空的話再來約主任 來幫我們更新一下最新 現在不管是對消費者也好 對於企業的一些展望 他們的信心程度 因為我覺得這個變化也蠻快的 我只要看到一些指標 或者是一些我的感受 明顯的提升 其實這個對於企業轉向 不是一件難事 我們的企業有時候 會因為天災人禍 比如說你看到最近 那個原物料金屬價格在漲 其實它也是一種 未來的樂觀表示 它為什麼這時候買一堆銅 買一堆孽 買一堆成貨 大家都覺得說 那只是華爾街炒作 不完全是 期貨可能是投資 但是現貨會買的人也有 他們可能是因為 未來的景氣看好 所以最近的原物料價格上漲 也反映了大家 對未來的經濟前景 是比較樂觀的 才會帶動 如果大家都覺得 未來經濟表現很差 你還記得2020年 有一次油價是負的 負的 負的油價 是因為大家覺得 以後大家都不會 一陣子都不會上街開車 也不會去坐飛機 所以用油量會少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油價是負的 所以原物料有時候也跟 我們的景氣樂觀指數 是很有關係的 而且特別這個原物料 跟中國大陸經濟的 聯動性又很高 我們這一集又學到 主任有告訴大家 所以在看原物料上漲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對於接下來 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 好轉有所期待 那下半年我們有時間 再來約主任上節目 然後一起來跟我們聊聊經濟 聊聊目前的總經局勢 那記得如果你現在才加入 我們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那就晚上的時候多多的來補課 以及幫我們的連結分享出去 邀請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非常感謝大家 也謝謝主任 然後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了 拜拜 拜拜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來選擇 請來選擇 最後一段時間 請去選擇 裏頭 給選擇 請來選擇 敏 請來選擇 並且選擇 用警角度 為選擇 擁有